2015新竹竹签中原城隍记已经正式起跑 农历鬼门开之后呢 就会有一连串的夯家解恶跟茶叶暗访的活动 而新竹都城隍爷是全国位阶最高的城隍爷 建庙已经超过了200年 一对高超枪法打头阵 紧接着阴阳司工踩着独特步伐 共同替新竹竹签中原城隍记揭开序幕 领报我们都城隍爷保佑我们这一支 竹签中原城隍记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 市长林志坚带领庙方和地方祈老 向城隍爷祈求祭典顺利 建庙超过200年历史 再加上周遭美食 新竹城隍庙每年吸引上万民众 你可以来到我们都城隍庙 吃吃我们这里的庙口小吃以外 也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宗教民俗文化活动 农历七月鬼门开后 庙方将举办夯家解恶 让信众透过代家托家仪式 象征让自己消灾解恶 带一个把这个枷锁带在身上 然后祈求城隍爷来跟你解恶 新竹竹签城隍记宣谷深中 热闹开幕期间还有城隍茶叶暗访 传统古里生父文化内涵 三立新闻张浩义新竹报导 因为我